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先看臺灣民意這個節目 作為來探討真真正的臺灣民意 上禮拜我們經過臺灣民意基金會設計全國性民調的結構 討論一個非常趣味的主題 為了立空立空總統代算是兩大黨的對決 我們提出兩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就是說如果立空立空臺灣總統代算是兩大黨的對決 是副英文跟韓國磊的對決 結果是會怎樣 第二如果柯文哲、郭台銘或其他紛烈的第三者調傳 會改變總統代算的結果嗎 就是說會改變一對一這種總統代算的結果嗎 延續上一集的討論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討論的主題就是說 什麼人是立空立空總統代算的第三選抵 第三選抵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是不是有可能的 立空立空總統代算有可能會出現一個 跟立兩黨不一樣 於國共有力有取代性 有意義的這種選抵 那麼沒有統一的台北市長 柯文哲是不是一種 強有力的、有取代性的、有意義的第三選抵 我們今天從這裡開始說起 上禮拜我們當然有稍微看到這部分 但是我們來稍微回顧一下 比如說我們這時候有問一個基本的問題 就是說立空立空 台灣總統代算如果最好是蔡英文、韓國瑜跟柯文哲三人競爭 你會欣賞支持什麼 我們再看看 結果我們就發現 當三腳踏的時候、三人競爭的時候 韓國瑜變第一名 百分之33.5 他領先削英文0.9個百分點 蔡英文是32.6% 柯文哲25.5% 不知道還沒決定的 沒辦法決定的 百分之6.8 不知道百分之1.7 經過這份最新的民意 調查的結果 所顯示出來的就是說 當立空立空 台灣總統代算出現 三腳踏的總統的時候 韓國瑜以0.9的百分點 減時領先削英文 柯文哲是第三 韓國瑜最差8% 和法英文最差7.1% 這個發現我覺得 我們需要認真去面對 我覺得有三個很重要的意思 第一個就是說 柯文哲一旦加入這個選舉 柯文哲的馬上改變 本來一對他的競爭的狀態 並且造成我說的 豬洋變色的結果 就是說 輸的變贏的 贏的變輸的 第一名變第二名 第二名變第一名 這是相當重大的改變 尤其是一個一國的總統代算 第二就是說 這證明削英文目前 領先韓國瑜5% 這個5%是不穩定的5% 是很容易受到 新的變數的衝擊來改變 第三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很標準的一個 讓三腳都的國民 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的人最差不大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選前一打下去 到最後什麼人贏 什麼人輸 就不知道 要到最賣才會知道 這是我們基本上 對這個泰社的了解 那麼 這個 這一步的分析 我覺得 這個頂一節不說 但是這次我們來 提供給我們這裡的觀眾朋友了解 在三腳都的狀況 幾下會出現什麼樣的現象 為中原怎麼有這種現象出現 第一 我們先從年齡層來看 當三腳都的時候 韓國瑜在45歲以上的選民裡面 對 他得到差不多將軍四星 還是四星以上的支持 45歲以上 明顯領先副英文跟柯批 柯文哲在25至44歲 這個較少年的選民 這部分 他得到相當 很多支持 相當可觀的支持 他也很明顯領先 國中 初中 高中 高職 專科程度 這部分的選民裡面 他有差不多四星 或是四星以上的支持 明顯領先副英文跟柯文哲 柯文哲在大學以上的教育程度的選民裡面 他得到四星他的支持 他還副英文跟韓國瑜 所以這三人在不一樣教育程度的選民 當中支持都是不一樣的 在政黨支持方面 法英文得到百分之七十九 中共八星民進黨支持者的支持 韓國瑜得到七星二國民黨支持者的支持 柯文哲在到三星六中性選民的支持 這也是很趣的現象 到過去我們的發言 其實都很一致 除了這以外 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有百分之五十七 五十三的人選副英文 差不多四星的人選柯文哲 時代力量支持者只有五%的人選韓國瑜 這是大家注意 其他大家注意的方面 就是說柯文哲 他可以得到差不多兩三年 國民黨支持者的支持 也可以得到民進黨 差不多十七%支持者的支持 就是說在三腳踏的情形之下 柯文哲競聯可以得到 國民黨和民進黨相當比擂的支持 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從整個台灣的體力 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 三腳踏的時候 柯英文在北台灣 就說台北市、新北市跟芬家南有明顯的領先 但是韓國瑜很明顯在桃子苗中張頭 高頻繃機儀發動金 他就有較明顯的優勢 柯文哲的支持 支持者不特別是在哪一個管市 哪一個區塊 目前為止 來自台北市選民的支持 也相對的較少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 也是他參選的一個很重要的隱憂 那不然我們來看一個 蔡英文、韓國瑜和柯文哲三人 競爭的趨勢來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趣的現象 因為臺灣民意基金會 過去 別做過四拜 就是說 蔡英文、韓國瑜和柯文哲三腳踏的競爭的趨勢 別做過四拜 讓大家看看 最近一次 當然是剛才給大家報告 如果三腳踏韓國瑜會是第一 33.5領先 蔡英文的32.6 柯文哲25.5 現在要給大家看的狀況 就是說 其實 當期以來 譬如說二個四個 我們都發現 其實韓國瑜是比較 是獨佔凹頭 民前領先 柯文哲跟蔡英文 三腳踏的經驗之下 在二月跟四月的時候 其實 蔡英文都是 第三名 二月跟四月的時候 但是到六月的時候 蔡英文突然就飆上來 他36.9領先 韓國瑜29.4 差不多有七個百分點 那麼也領先了柯文哲 所以整個趨勢來看 是有相當的變化 我要給大家 特別講到一點就是 看看柯文哲這一條 黃色的這條 所現實的 其實柯文哲從 2019年2月 29.6 三腳踏的時候 他還有將近三成的七十多 但是慢慢 他隨著兩大黨的初選 碰下去 柯文哲其實都在虎視眈眈在旁邊看 但是 當兩大黨的雙棋 過去碰下去 到最後 柯文哲都沒上當的時候 他的七十多 就慢慢一直降下 降下 前後降了四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 這兩大黨的初選 確實帶動 這個自治教 這個凝聚起來 整合起來 對第三 第三勢力 是說 第三選擇 五三行 壓縮的 這種 明確的現象 很明顯 這段成功的這段 很快就回來了 這段成功的 一對一 或是三角度 或是四個人競爭 或是五個人競爭 我們現在沒辦法確定 剛才我們把大家分析的 是一對一 和三角度 當然三角度 看起來 可能是 一對一 比一對更大 剛才有分析說三角度 這個支持度 什麼人領先 什麼人 比較落後 但是有一個 另外一個 真處理的問題 大家也關心 就是說 如果 是 蔡英文 韓國瑜 跟 柯文哲 三個人競爭的時候 什麼人 比較被看好 我們來看 我們研究的結果 離空離空 總統大選 你比較看好 誰會當選 百分之三十八點的人 因為韓國瑜會最后會贏 百分之三十五點九的人 因為 蔡英文會贏 百分之十五點一的人 認為柯文哲會贏 不知道哪 百分之十五點 所以 這個時候 兩大黨的 總統候選人 都已經確定了 確定 柯文哲又跳下去 那麼最新的民意現實 都所謂人 會看好韓國瑜動選 第一 是現場的總統削英文 最好是柯文哲 那麼 為什麼現場的總統 削英文沒有被看好 所以當然這是一個 大概十五點的問題 不過 韓國瑜和削英文 這個看好度 相差也不過 2.2個百分點 定義是2%而已 現時說 台灣總統選民 對什麼人 最好的贏得 台選 這個事情看法 是 不一定的 就是看法分歧 莫衷一試 這是一個現場 當然 看好 柯文哲會動選的人 是15%而已 這是有比較少 我覺得 出味的就是說 真一步來去分析一個重點 就說 既然兩大黨都已經 三成年候選人 兩大黨的任務者是怎麼看 看好度是怎麼 民進黨和國民黨的任務者 我們的研究結果是說 百分之74.6的 國民黨的任務者 看好韓國瑜 但是民進黨認同者裡面 只有71.2% 稍微比較少 看好蔡英文 中性選民同民 這比較重要 多數的人看好韓國瑜 百分之2到2到3到3 左右的人看好韓國瑜 只有23.4%看好蔡英文 23.1%看好柯文哲 當然所謂看好渡這個問題 我在這裡要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看好誰會當選 不代表那一個人最後會當選 就剛才兩千年總統代選的時候 那時候有連檢宋初如 丹水秘 還有這個吉他兩組好選人 當然最主要是這個三腳都 這個連檢 丹水秘 宋初如 那時候連檢 民意支持都最多 但是他每一次做 不管什麼人做 國民黨做也好 民進黨做也好 還是媒體做也好 學術機關做也好 台灣人都說連檢會贏 都看好連檢會贏 因為雙性國民黨那個選舉過期太用了 所以這是一點很重要 有人被看好不代表他會出現 他會贏 這是一點很重要 不過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因為有憲政總統再來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 為什麼憲政總統沒有被看好 這是當然是實際出口 第二 尤其有一個不被看好的 就是說 人看他瀑布 韓國瑜 電動社會 相對的多數人為他贏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另外 我們來探討另外這個問題 就說除了柯文哲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人 大家稍微有在注意 這個人就是郭台銘 所以我們來評估郭台銘參選的效應 我們這樣問 就說台灣首富郭台銘 在國民黨總統初選 輸韓國瑜 如果郭台銘脫黨參選 加上韓國瑜 蔡英文 柯文哲 這四個人競爭的話 您會傾向支持誰 結果 我們來看看這個表 當過台銘 又加入原來的三角度 的時候會產生 什麼樣的支持度的變化 我們來跟大家報告 百分之二九點一個人說 會支持蔡英文 百分之二九點三的人 會支持韓國瑜 百分之十八點三的人支持 過文鐵 百分之十五點到支持 過台銘 真難決定四點八 不知道 兩% 這結果 現實出來的就是 如果 過台銘 退動 退出國民黨 獨立參選 比較常會改變 整個三角度圓來的情形 那麼 這個 蔡英文 本來是第二 現在怎麼變第一 韓國瑜本來第一 現在怎麼變第二 雖然兩個 最差零點四的百分點而已 那麼 其實 如果這個支持度的角度來看 這個衝擊來看 郭台銘的參選 直接衝擊的是 柯文哲 柯文哲 失去七點二的百分點 那是最大的 就定義 過台銘出來選 柯文哲 就 沒機會了 因為 要十八點三 要拚到贏 看起來是非常困難 那麼 郭台銘 台灣的首富 弄下去之後 他也有拚到 差不多十六趴的支持 其實十六趴是多了 十六趴是相當的多 現在要在台灣 有人要拚到十六趴 說要支持 選總統 坦白說這也是不簡單 所以 郭台銘雖然在四的人裡面 敬賠莫作 但是 他為什麼有相當的社會機器 那麼 這個 正體來看 郭台銘的參選 確實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他是有影響的 不是沒有影響 他到最後他的參選了嗎 不知道 這是一個賠的 郭台銘 本人 如果他參選的時候 他在四的人裡面 他是敬賠莫作 他要超過創英文 要追趕韓國瑜 可能困難重重 但是民調顯示 他確實跟柯文哲一樣 有一種 正在 康學頂民說 勒索潛能 就是說 Black Male Potential 就是說 他可以去 威脅 強迫 國民黨 民進黨 說我要參選 我會對選擇 選擇很大的影響 有這種能力 所以 柯文哲或 郭台銘的參選 都是2020 台灣總統大選 不可忽視的變數 那麼 我們 這一步 我們再來 輸口另外一個總統 台灣總統大選 除了柯文哲和郭台銘 可能參選之外 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 或者是很重要的變數 就是 時代力量的變數 時代力量 甚至的提名 自己的候選人出來參選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只看一個 度就好了 這是一個 台灣政動機器的 一個整體的現象 然後另外機會 這裡好好地 來解釋這個現象 政黨支持的狀況 但是我記得 要用這個度 來支出一點 就是說 為專業 離空離空 總統大選 民進黨 沒辦法 只靠 自己的 一黨的力量 去對抗國民黨 原因很簡單 因為 經過最新的 調查的結果發現 目前 台灣 最大黨 如果是 考慮 這個選民的 數量 不是考慮 立法院的息子 是考慮 選民的 支持者的 數量 國民黨 是最大黨 它有335 支持 35.2% 民進黨 只有百分之二七 輸 國民黨 八個百分點 世代力量 有百分之十一 點七 所以 只有世代力量 跟民進黨 加起來 加起來的時候 才有法度 跟國民黨 抗衡 這是一個客觀的屬性 所以 世代力量看起來 他還沒決定 是不是 推出 他的總統 他的總統 好選人 看起來這個可能性 好像不大 但是 他是一個變數 我要說的是一個 很客觀的政治的現實 就是說 如果 時代力量 堅決 推出 他的總統 候選人 由總統 候選人 批 母雞 戴小雞 那麼 差不多 蔡英文總統 這局不用選 民進黨這局不用選 我們輸的 那麼 很困難而已 很困難而已 所以 這是一個 大家 注意的現象 那麼 我們說一個結論 這個 這個 結束的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 叫做 Freedman 他說到選擇的自由 Freedom to choose 一樣 台灣民主 選民是不是 有選擇的自由 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問題 看起來 目前台灣社會的氣氛 沒有希望看到說 這個 只有有兩個選項而已 就是剩下 韓國瑜 不可能有四三幾個人 基台 柯文哲的參選 這是整個台灣的社會氣氛 那麼 但是到 六月 最好 2020總統 大選究竟 會一對一 三角度 還是更多人參選 我們不知道 我們繼續關心 今天說到這裡 後禮拜更多時間 再會 我們繼續看 我們收拾 我們有一個 我們在支持 今天 我們來